104年农林榆木叶普查正式启动 新北市各区在2月陆续成立了普查所 中和区公所也在16号进行了接牌仪式 包含区长陈锡辉 新北市主济处副处长杨敏锐等人 都到场共同接牌 宣告普查工作从4月1号起到5月31号进行 我们掌声加油 中央这边对于全国性 包括国库调查 所有的这些属性部分 做一个彻底了解跟掌控这样子 那希望说我们各行各医院当中的时候 实际上的这个资料能做一个数据的更新 先生你好 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有关这次 本年度那个农民普查的一些资料 为了提高受访户接受访查的意愿 中和区公所也动员各科室的同仁 一共10位担任普查员 在普查期间到各家户访查 也在公所一楼设有服务点 公民众来查询 普查员都会佩戴普查员证 中和公所积极宣导 也希望民众能够支持配合普查工作 世卫天空新闻中和报道